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好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孙悦 今天给各位分享的是人跟家的关系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家 除非很特别的一种情形之下 一般来讲跟家庭的关系应该都是很亲密的 可是有些人 有些家庭把这个家看成了只是个表面的 需要的时候跟家有密切关系 再之后我心我素 一个家是因为彼此相爱 有着原生的关系 有着血缘的关系 才共同铸成的那么一个温暖的窝巢 当然这温暖的窝巢里的不可能永远是那么平平昂昂的 总会有事情发生 有些外力 有些内在的 可是不是发生在谁的身上 谁就负责 是共同的要来关心 今天的社会 外面有很多的影响 让我们把这个家弄得缺少凝聚力 个人都在于自己的事情 好像有千百种理由 跟家没关系 其实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人的一生中间 从幼儿小孩子 青少年年轻人中年到老年 跟家都有实际的关系 我们劝人的时候 我搞不定应该怎么样 可是自己对自己的家庭 不见得都尽了责任 今天的社会需要的是什么 是每一个家庭重新珍重 在意彼此之间的关系 在意对方的感觉 在意发生一些事情 我们怎么样的去把它处理掉 在处理事情上 让我们用个大方的正派的方式 也做给晚辈看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家不仅是温暖 而且能成为社会的好方样 一专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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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眼睛 不能以合选